在娱乐圈,有很多明星和家人的关系并不好,比如之前扑出的一副女星毛小彤父亲的人,威胁女儿要巨额的赡养费,而更早之前因为歌手大祸的张少涵,也在正当红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母亲而演艺道路受挫,最为过分的应该是梅艳芳的母亲,在梅艳芳去世之后还一直纠缠, 不清,梅艳芳的母亲卡美金,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失去了丈夫,一个人要养活四个孩子的确也很不容易,当时四岁的梅艳芳就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赚钱养家,直到十九岁正式进入了娱乐圈,梅艳芳如今的名气字不必多说,提到香港的明星,她的地位是数一数二的,在音乐道路上,她在1985年到1986年,跨年的时候 连开了十五场个人演唱会,打破了香港歌手首次开个人演唱会的抢数记录,在1985年到1989年连续五年,获得香港时大竞歌金曲,最受欢迎女歌星,在演艺道路上,凭借燕芝扣拿下了金像奖,金马奖,金龙奖和邀太英的四料以后,量度金像奖最佳女配角, 女儿成为香港家喻户小的当红女星,谈美精致只是把梅艳芳当成了摇钱树,并没有体谅女儿工作的辛苦,梅艳芳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,两个哥哥无所事事,也没有刻意挣钱的门落,一家人都要讨梅艳芳养活,在四十岁的时候,梅艳芳不幸因为恭敬爱丽世, 当时很多粉丝和圈内好友都前来送行,她还被誉为乡,党的女儿,但是自己的母亲却没有表现出多么哀伤,而是忙着争遗产,梅艳芳在生前就考虑到秦美金耗赌,所以在立遗嘱的时候,留了两套房产给自己的好友,成立了信托基金,管理生余的遗产,由这个信托基金给她美金二月发放生活费, 但是对这个安排,谈美金显然是不愿意的,所以之后一直在大儿子的怂恿下,打官司征遗产,要求一次性把生活费都给她,共计七千万港元,但是后来也败诉了,如今已经年过九旬的谈美金生活拮据,大女儿和二儿子都已经因为癌症去世,只剩下大儿子,但是年迈体弱的谈美金却没有等到大儿子的招量, 把男儿不管不顾,境况凄惨的秦美金却还是没有良心发现,选择拍卖女儿梅艳芳的内衣内裤,由此来赚钱,这样的行为也的确令人发指。